卫福部长邱太元昨天是爆料了 他说总统赖清德因为医疗院所的减碳议题 打电话给环境部长来骂彭启明 也让国民党的立委是捡到枪 开酸说耐政府的内阁团队不团结 垃圾的问题等等的问题 都是我们现在正在推动进行当中的 到嘉义出席社区大学全国研讨会 环境部长彭启明分享赖政府上任后 推动的净零转型政策 但前一天他才遭卫福部长邱太元爆料 被总统致电责骂 邱太元大爆料 医师出身的赖总统为了一届发展 对自己找来的阁员也不留情面 这番话立刻让蓝伟抓到小辫子 现在的那个很不团结 难道今天邱太元你是大部长 而彭启明只是一个小老弟吗 这样完全不符合一个官场的伦理 这也曝露出赖清德 你是不是一个太上行政院长呢 行政团队就都是一体的 一起为福国立民的政策来做努力 绿委帮忙缓夹 毕竟部会间意见响左或有局语 通常先启动内部沟通 这回却直接台面话 尤其身为行政院长 卓榮泰没出手协调 倒是总统亲自关切 就怕在野党见缝插针 邱太元事后改口 总统致电不是骂人 而是看到部会携手推动 简叹很感动 鼓励性质居多 和彭启明口径一致 有致电没责骂 听得出彭启明 希望这起风波赶快落幕 行政院则回应邱太元谈话 是强调内阁团队施政效率 及求好心切 应用正面态度去观察 却不难看出 总统对行政团队的高度掌控 接着总统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